听刚才那大哥说的,这叫啥,爱步瀑布,免费的一个景区,这小桥上连木头都没有了,得这样踩着,哎呦,您可小心点,直接到这儿,结果这瀑布就这样,还说比得天瀑布强的。 走,下去头上去,爱步瀑布,上边还有路呢,也是横山路,这家走的跟个王八似,这个瀑布玩的,这个有意思,这有意思。 这瀑布玩的,地道不,不收费是不收费,好考验人的,这个,你一般人你过不来呀,这要掉下去,没人管呀,要景区,你还能找景区的人,是不是,这掉下去你找谁,这瀑布怎么样,过咋样,有这个得天瀑布在这儿,这就不起眼了, 没经营起来,没有人经营,这瀑布要是在北京,就地道了,有大用。 看了三分半,再走回去,看瀑布的时间,还没有我走的时间长。 慢点啊,这有滑,这是什么菜呢?看到了浓厚的一堆菜,一嗝一嗝的,还全拿那个黑的布给包着。 上网查了一下,原来这个是烟,大烟叶子,这么多大烟叶子呀。 这也不挣钱呀,不是啊,就是,它能长很高吗?不长很高,这个慢慢它就成熟了,成熟了以后就干了。 对呀,那就这么点,它能挣什么钱呀?是不是,这么一大片地就挣这么点烟,这顶多也就两条烟吧?是吧? 我觉得是,对不对?这不挣钱,改种别的。 你看这边,到处种的都是大烟。 烤血肠,来一斤。 还来了一只烤鸭。 买了烤鸭,这边的烤鸭,加了那么多调料,都不知道试试,尝尝好吃不? 然后这个呢,是炒血肠,尝尝。 只吃过东北的酸菜粉肠,不是酸菜血肠,没有吃过这边,这边它是炒的血肠。 你这是啥表情啊? 这不是血肠的。 那啥肠? 面。 哪是血肠的? 这比中美血肠太远了,中美血肠是血呀。 这不是血。 上当了,这血肠不好吃。 不要买这血肠。 烤鸭一会儿再来,尝尝这个小饼。 小饼不难吃,没觉得好吃倒是。 烤鸭还可以。 这个茶是真不行。 它是电门,要不然就是面。 它不是血。 烤鸭挺美味,相当美味。 烤鸭。 烤鸭。